哎 蜜蜜啊 你小脸啊 你干啥呢 啊 我 那你咋的吧 你说事 你能不能帮我干嘛 我家电视坏了 你帮我抬楼下去呗 我开会呢 你开会啥动静啊 经理发现我打电话了 飞过来一个盆 你忙你的啊 我这样我找王小欠帮忙吧 拜拜 哎 哎 哎 喂 你不耽误事吗 你说说我 你们不知道啊 我追求秘密好几年了 我都 你婚姻女婿 你这来的不是时候 今天你说李宝杰还找我搬家 李宝杰 你哪天搬不行啊 非得今天搬 我告诉你 李宝杰一点优点没有 唯独一个优点就是眼光好 看上了我 真有意 哎 街坊里女们啊 就当啥事都没发生 看见秘密也别去生 好不好 拜托了啊 拜托了 拜托了 在哪儿呢 好 小脸 快点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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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的 来了 来了 漂亮 你快点 哎呀 我的 还这么慢呢 你怎么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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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哪儿走啊 到了 到了 到家了 你家在哪儿啊 这儿啊 这儿啊 这里完了 借我 哎 抱歉 你听我说 趁你啊 东西还没搬进去 咱们赶快到中介 我给你租个比这房子更好的房子 行不行 快啥啊 他连房租我都交了 你交完不行啊 你知道对面住的谁吗 谁啊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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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别告诉我了 不是 我说 我说啥意思就是 他 你不能住在这儿 这儿危险 你知道这个啊 不好啊 对面住的不是人 不是人哪 然后呢 他没事就上吹下跳的 左蹦右踢的 他打鬼 屁股露的 不是人 还上吹下跳的 到对面住了只猴呗 也可以这么理解 但总之你不能宰着 他对你非常的有威胁 你知不知道 赶紧走 快走 哎呀 没关系 你啥没关系 他打呼喽 他打呼喽 他打的 你咋知道的 他打呼喽 我再保安庭都能听着 哎 没事 我睡觉晨 不怕 这样 你先把东西都送进去 我下楼再取一趟 辛苦了啊 不是 咱好好说 哎 哎 宝洁 你听我说 哎 再想吧 不是 想你的问题 哎 宝洁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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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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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天今天是要灭我呀 这假的 你这 就这么巧 搬就搬到秘密对门去了 你说秘密人家还找我 搬电视 你说这不疯了吗 李宝洁你 真的是我别问 我跟你说 我已经骗秘密了 咱必须得把这个谎圆过去 啥也别说了 我接下来我就去 我得打扮打扮 那有废吗 我敢拉呀 那秘密不得行刺 啊 我 我 我跟李宝洁有事啊 哎 谁也别发现 这样哎 伪装起来就好了 看着呗 你说吧 这个秘密也是的 让我搬电视 就我这体格子也搬不动啊 哎 哎 小脸啊 你来了 哎呦我的姐姐太好了 秘密刚才说你开会 你来不了 这回行了 咱俩一起搬吧 哎 小脸 你说话你说话呀 小脸说话 你干什么呀 这个人真的是 你这好笑 你这怎么的 还推我呢 小脸啊 你怎么小脸小脸的 你真的好笑 谁也起名字叫小脸呢 我 我不认识什么小脸 我也不是什么小脸 哎 你咋的了 说话咋也变声了呢 哎 这大同天呢 还整个蚊帐 咋的 装捕风策呢 你怎么这个人真的是 我告诉你了 你认出人了 我不是小脸 那你是啥脸呢 我是 丢脸 你这个人真的是 你不要抢人的东西 你 我跟你的那个朋友 长得就这么像吗 行 你说 如果是带上他 你还能认得出来吗 回来啊 小脸行行行行 你玩吧啊 好好玩啊 好好玩啊 秘密啊秘密啊 我是小脸 我是小脸 小脸 对不起啊 哦不是小脸啊 你干什么呀 你再边去 我讲你了 你听我说出事了 出大事了 啥事啊 这是谁家呀 秘密家呀 你知道谁搬那儿来了吧 谁呀 李宝洁 那不完了吗 那可不完了 你想想 这个画面啊 秘密还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她搬电视 我说 我开会呢 啊 结果李宝洁就 找我搬 搬家我就来了 你说这秘密要看着 不得误会不得伤心呢 我俩以后往下进展 怎么进展呢 对不对小脸 对啊 你们三个人 什么关系啊 你们三人的关系吧 我太清楚了 你看啊 你喜欢秘密 秘密不喜欢你 李宝洁喜欢你 你就不喜欢李宝洁 你们仨呀 就好比斗地主 你这个地主啊 碰上俩农民 你在想 我这地主抓俩王 先炸谁呢 我先炸你 你炸我干啥呀 我一个卖蛋的 你这牌打的也挺好了吧 啊 啊 行行行行行 咱先不打牌了行不行行啊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今天呢 有点不稳妥 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记得帮我化解了 听见了吗 啊 秘密要是问你小脸呢 你就说小脸开会呢 哎 哎 秘密 小脸开会呢 他开会就是我知道 你俩在我楼道里开的是什么会呢 开会会不会再都不会了 开的是 其实秘密我来 我是想给你惊喜 对就是那种 出其不意 闭自闭的那种 感觉 你能明白吗 我好像明白点了 你想突然间出现 给我惊喜 帮我办电视 哎 那拿这些东西来干啥呀 小脸你聪明 你栽压了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 给你买的 给你买的 啊啥呀 愿意呀 愿意呀 秘密啊 啊 这么回事 小脸啊给你买了这些东西 想给你个惊喜 你小脸啊你太有心了 你俩还等啥呢 搬进来吧 搬进去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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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呢 搬进去了 搬挺快呀 接着搬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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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给你累了 哎呀 哎 你接着往里搬 等我啊 不用了 哎 等我等我 我说你这别别别拿东西了 哎 抱歉 完了 哎 哎 我的妈呀 小脸 你再猜一下 这个东西是 是怎么回事 又是一个惊喜 巴巴 我的妈呀 小脸啊 你这惊喜来的都挺快呀 是主要那快递送的快 对 对 有个快递 那就可快了 快 小脸 我给你买什么了 哎呀 我的妈 肯特基全家桶 哎呀 好脸 我钥匙拉进箱子里了 箱子呢 箱子在那屋 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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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宝洁呀 快走 哎 快走 哎 好好好 快点走 哎呀 不对啊 我刚才进的哪屋啊 这屋 那 我家是这屋啊 是 这屋 不是猴的家吗 猫妹得打扰一下哈 请问是哪只猴的家 小俩啊 这缘分来得太快了 这么快就碰上了他俩 那个惊喜是一个接一个呀 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惊吓了 不可能 来吧 拿着 我给你们好好地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位快递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猴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我还得开会 告辞 真的 我怎么快递了呢我 就是你不腿长吗 行 你走到快 就是送快递是吧 快递我听懂了 于小俩你过来 我这只猴 我觉得你有必要也解释一下 你这是 你呀就是平时聪明 伶俐活泼 在我心里面就像一个可爱的小猴一样 那不对 你刚刚还说人家不像人呢 对 你像人吗你 你分明你不是仙女啊你 你还真是叫打呼噜吗 谁呀 她吗 打呼噜是她 她打呼噜就打呼噜 秘密打呼噜 那不叫打呼噜 她叫小相憨 你三点 你三点 小雅 过来 我打不打呼噜你怎么知道 对啊 我想象的 我实在变得不出 你 你 我跟你们俩说实话 秘密啊 在你给我打电话之前 我已经答应好了李宝杰给他搬家 没想到这个时候你电话就出现了 你说我对你的那片心 你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 我就想要让你心里舒服点 你说我帮他搬家 你万一碰住了 你说我跟你撒着谎 到时候你是不是心里不得劲啊 这么说你能理解 理解 他这个理解也太轻易了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理解这个事儿没啥问题啊 秘密打呼噜 你挺讲诚信的 你看哈 你先答应了他 这个助人为乐也得分个先来后道吧 秘密打呼噜 但是我有件事不明白 你骗我干啥呀 因为我是秘密 我是你 确认得你心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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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杰是吧 你帮过来了 你好我是秘密 听小脸提过你 宝杰你是有啥误会啊 我跟于小脸 其实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真的 真的 但是哈 现在咱俩关系不一样了 对门邻居啊 以后咱俩好好相处啊 就这样去 你好 我叫宝杰 多多关照 你好 哎 这样哈 我正好买个肯德基全家桶 到我家一起吃吧 嗯 等啥呢 小脸 来吧 哎 哎 我家也有肯德基全家桶 小脸 来我家吃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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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潇洒一碗我还不会的呢 我这晚上整个挺尴尬 你这小脸 你这种局面 你这是 你不用考虑我啊 我去谁家吃都行 啥 你 行了 你俩别考虑了 宝杰 来 啊 这样哈 这样哈 这一桶呢 留给你俩 咱俩是这一桶 正好宝杰 你东西全在我屋内 我帮你手势手势吧 走 哎 雨昌俩 再见了啊 他俩好啊 他俩整一块都认识了 是啊 哎 小脸 你说 我真的不敢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局面 你说说 我怎么想不明白呢 这事啊 我都不敢明白了 你怎么看明白的 这全家童啊 得趁热纸 哎 哎 不好知道 给咱俩的你给我留一块啊 我给你 这不行啊